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調查團 我是調查員瑞欣 相信到了夏天 很多人都會選擇喝鮮榨果汁 有些人就會自製鮮榨果汁來喝 譬如橙汁等等 大家普遍都認為 喝果汁一方面可以消除解渴 另外一方面又可以補充 我們人體所需要的維生素絲等等的物質 對我們身體健康應該是有很多好處的 但是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留意 最近網上就有很多帖說 喝鮮榨果汁危害很多 天氣很熱 不如我們去買一些生果來吃 有消暑又有營養 你也傻的 真是這麼熱 當然去買一些涼滲滲的東西來喝 不如我們去買果汁 好過吃生果 但是我聽有專家說 鮮榨果汁會將營養全部消失 特別是維生素絲 全部都流失了 哪有可能把生果放進炸汁機裡 攪一下攪一下 那些維生素絲都沒有了 睡不過的 走吧 我們都去買果汁喝吧 好 眾所周知 維生素絲對人體有很多好處 每天攝入一定量的維生素絲 對於提高人體免疫力 促進骨膠原的生成等 都有很大的好處 而蔬菜、水果當中 含有大量的維生素絲 是人們每天 涉入維生素絲的重要來源 但是當我們在網上搜索 鮮榨果汁的相關資料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但我們在網上進行搜索 就發現有很多貼都說 鮮榨果汁會令到水果當中的維生素絲 流失的量會高達90%那麼高 所以就有很多網友就得出了 直接吃新鮮的水果 要比喝鮮榨果汁要好的結論 不知道我們廣州的朋友 又有什麼看法呢? 美女有沒有推出過 將這個新鮮水果榨汁 會導致水果中的維生素 流失90%呢? 90?沒有 沒聽過 什麼?這麼多?沒聽說過 沒有呀,會流失 不可能吧 我覺得沒有 看來大家對這個說法 都不是很清楚 甚至是表示驚訝的 為了調查清楚 將水果榨汁 是否真的會令到水果當中的維生素絲流失 首先我們一齊來了解一下 榨汁機的種類 目前市面上的榨汁機主要分為兩種 一種是底部有高速旋轉的刀片的榨汁機 刀片直接將果肉打碎取得果針 而另一種就是原汁機 將水果切塊之後放置在擠壓槽裡面 然後用工具將它擠入擠壓槽 通過低速螺旋的擠壓技術 將水果裡面的汁液擠壓出來 接下來我們就用實驗驗證一下 究竟將新鮮水果榨汁 會不會令到水果裡面的維生素絲流失 我們一起用實驗證明一下 根據網友的說法 這個維生素絲的流失 很有可能跟榨汁機底部的刀片 高速旋轉和莫大關係 所以這次我們就會選擇一種 去底部有刀片的榨汁機進行榨汁 這次我們都買了三種水果 分別就是西瓜 其果、橙 這三種水果都是榨汁當中 比較常用的水果 而且橙和其果都是大家認識當中 維生素絲比較多的水果 現在我們就會先取一半的果肉 進行檢測 看看它未經過鮮榨處理之前 它的維生素絲合量是多少 另外一半我們就會進行榨汁 為了最大化保證實驗數據的準確性 我們直至買來水果之後 就在實驗室內進行操作 根據實驗員的指引 我們將每個水果等分成兩半 其中一半用保鮮膜封住表面 再裝入取養袋裡面 作為新鮮水果維生素絲 含量檢測的樣本 而在榨汁之後 我們會馬上把果汁倒入取養瓶 領實個桿 防止氧化 很快橙的取養就完成了 好 第一組的樣品已經取養完畢了 我現在就將橙和橙汁 立即拿去給老師檢測 老師 麻煩您了 接著下來 我們的調查員瑞恩 就繼續在實驗室內 處理奇異果和西瓜 每次處理完一種水果之後 我們都會將針板、刀和榨汁機清洗乾淨 更換一副手套 再繼續處理另外一種的水果 另外 我們為了保持所有其他實驗的條件不變 我們每一次榨汁都會持續1分30秒 榨汁之後所取的果汁樣本都是45毫升 而實驗完在拿到樣本之後 分別對果肉和果汁粉碎提取 再進行離心、過濾的操作 再在某個樣品當中取10毫升代測液 用典量化來監測某個樣品當中的維生素絲含量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已經可以明顯地看到 無論是橙還是西瓜 在經過處理之後 榨汁前和榨汁之後的提取液的顏色都有所不同 究竟檢測結果是怎樣的呢? 好了 這個榨汁前後的維生素絲含量 的檢測結果就已經出來了 我們剛才提到一個問題 這個新鮮水果榨汁 是否會令到水果當中的維生素絲流失呢? 我們現在可以明確地告訴大家 答案是確實會流失的 從剛才的實驗我們可以看到 好,採在榨汁前 維生素絲含量是每100克 58.83毫坑 而榨汁之後 為每100克 55.83毫坑 減少了每100克 3毫坑 佔原來維生素絲總含量的5%左右 西瓜在榨汁前的維生素絲含量 是每100克 17.82毫坑 而榨汁之後 為每100克 13.73毫坑 減少了每100克 4.09毫坑 佔原來維生素絲總量的23% 而奇異果在榨汁前的維生素絲含量 是每100克 91.09毫坑 榨汁之後 維生素絲含量 是每100克 91.05毫坑 為何奇異果的維生素絲含量 變化不大呢? 因為用他們這款榨汁機 榨奇異果的時候 它是沒辦法榨出汁 取的時候 是取它 攪碎之後的果肉 我們選擇的三種水果當中 有兩種水果在榨汁之後 維生素絲含量都由所流生 那當然是為甚麼呢? 是否真的好像網友所說那樣 和刀片有關呢? 水果裡面的維生素C 它的分佈地方的話 不單純在它的汁裡面 在它的細胞裡面也有 那麼 意味著我們在榨汁這個過程之中 那麼你們得到的是果汁 是含水量比較高這一部分 那麼實際上 它能夠分佈的維生素C 只是水果裡面的維生素的 其中的一部分 而不是完全的維生素C 那麼實際上 維生素C呢 也有一個風險 那麼我們在用高速的旋轉機的時候 那麼這種情況下 這種刀片 會產生一部分的熱量 這一部分的熱量呢 也會損失散量的一部分 維生素C 有些人炸果汁 是炸完水果汁以後 全部把果肉去得很乾淨 只留下我們的水這個成分 那麼這一部分呢 實際上來說 維生素C的損失是比較大 但是自己說 是不是達到90% 可能有點誇張 但是呢 確實是審視是比較多的吧 但原來新枝水果炸汁 是一定會導致水果當中的維生素C流失的 只不過呢 無論是水果裡面的維生素C 是多還是少 那麼它並不會說 好像莫常所說 流失量會高達90% 而殷生所說的呢 炸汁機底部這個高速旋轉的 都點產生的熱量 會導致水果當中的維生素C流失 那是不是就意味著維生素C的保存 跟溫度有關呢 對 本身維生素C的保存的情況下呢 實際上就跟溫度有關係 我們在任何的情況下加溫 都可以損失維生素C 水果當中的維生素C穩定度 跟溫度有關 那就引伸到我們今天要調查的第二個問題 如果我們在炸汁的時候加入冰塊 會不會令到水果裡面的維生素C更穩定 以減少維生素C的流失呢 接著來我們繼續實驗 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好兩袋橙和冰粒 冰粒的溫度一般都是0度以下的 我們看到目前的室溫是26度左右的 也就是說跟冰粒的溫度是相差至少26度 冰粒的溫度是否會增強維生素C的穩定性 從而減少維生素C的流失呢 接下來的時間我們一起來做的實驗 首先我會把這兩個橙切開兩份 一半就會成為一個樣品 然後每個橙就會分別去皮 另外一半就會成為另一個樣品 然後分別加冰和加常溫水進行榨汁 最後會檢測一下這兩者當中 它們的維生素C含量分別是多少 按照實驗員的說法 在冰融化之後會變成水和果汁成為一體 而為了令到榨汁過程當中就有溫度的變化 其他條件不變 我們需要加入和冰塊等量的水進行榨汁 在實驗之前我們請實驗員為我們取等量的水和冰 然後將兩個橙進行處理 榨汁之後將橙汁倒入取氧瓶那裡 並且在瓶上面做好標記 在半個小時之後調查員拿到檢測結果 經過檢測 在榨汁之前加了冰塊的橙汁入面 維生素C含量為每100克44.85毫克 而榨汁之前加了常溫水的橙汁 維生素C含量為每100克41.75毫克 加了冰塊的橙汁當中 維生素C含量比加入常溫水的橙汁還要高 這個是不是意味著加入冰炸汁可以減少 維生素C含量的流失呢 我們還是來聽聽專家是怎樣說的 我們如果是用高速旋轉機來製作果汁的話 那麼意味著它在高速旋轉這個過程之中 它會產生一定的熱量 那麼這個時候如果是你再加一些冰水 那麼把這個溫度盡量控制下來 就是讓它的溫度升得不是很高 那麼這種情況下可以保存一部分的維生素C 但是這個量實際上意義並不是很大 雖然在我們的實驗結果看來 加冰炸汁會令到維生素C流失少一些 但是專家還說用處其實並不大 就算是加冰炸汁 維生素C還是會流失的 那麼用這種炸汁機來炸汁 除了會令到維生素C流失 還會不會導致其他營養物質的流失呢 那麼我們拿出果汁的時候 實際上就損失了果肉這一部分 那麼也就意味著我們的維生素C 我們的荒因素或者是黃銅類的這些物質 在果肉裡面壓量的話 那麼實際上在果汁裡面是得不到的 所以它的量是肯定會變低 我們倒是擔心的不是一個營養成分的問題 那麼擔心的是一個非營養成分 非營養成分就是我們常說的三式潛圍 如果我們純粹的炸果汁以後的話 那麼水和果肉之間分隔 分隔以後的話 水裡面就是果汁裡面含有三式潛圍的量 會變得很低 那麼這種情況下實際上來說 是我們吃水果和果汁之間 一個相差比較大的一個切線 那扁醫生就講到了 那麼在煎炸果汁之後 如果將所有的果肉都過濾了它的話 那麼水果當中的很多物質都會流失 那麼所以如果要自製鮮炸果汁的話 那麼各位觀眾朋友就要記得了 不要將所有的果肉都過濾了它 不過有些觀眾朋友就有個疑問了 是鮮炸果汁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加少少糖呢 那麼如果加糖的話 會不會對我們的身體有什麼壞處呢 單純喝果汁的時候我們都會提醒大家 果汁的含糖量會比水果會更高 所以我們在增加體重或者是血糖波動的風險上 都會有一定的威脅 所以你再在果汁裡面加糖 實際上來說是我們不主張的 這樣的話額外的能量增加的太多 健康的安全上會有一定的風險 糖分是容易水減 所以將水果炸汁會令到水果裡面的糖分濃縮炸出來的果汁當中 導致果汁當中含有更高的糖分 所以大家在自製鮮炸果汁的時候 要記得不要再在裡面加糖了 原來自製鮮炸果汁還有這麼多的學問 大家一定要記清楚了 炸汁的時候盡量就不要加糖 炸完之後果肉和果汁就要一起喝 這樣對我們的身體健康才會有更大的好處 不過到這裡我又有個疑問 平時在鮮炸果汁店 我都會看到水果和牛奶會混在一起炸的 好像西瓜牛奶、果龍果牛奶等等 那樣的做法會不會對我們的身體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都是上網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相關的資料 通過調查員的一番手上 網上就有人說 果汁和牛奶混合會產生沉澱 這樣的沉澱會影響吸收 而且很有可能會造成消化不良和輻射 那又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先來做一個實驗 看看水果加牛奶炸汁會不會有沉澱產生 大家都看到了 我桌面上已經準備好一個西瓜 一盒牛奶 一會兒我就會取一部分的西瓜 放進去炸汁機裡面 然後加牛奶進去進行炸汁 看看炸汁之後會不會有沉澱的發生 炸汁完成了 現在讓我們將它靜止一個小時 看看會不會有沉澱 好 一個小時過去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西瓜加牛奶有什麼變化 我們看一下它的杯底 咦 我們看到這個西瓜加奶 它沒有沉澱的發生 但是我們看到它表面上是有些西瓜絲的 為什麼這個西瓜加奶沒有沉澱的發生呢 不如我們先問一下專家 那麼這種炸汁的方式 意味著水果不可能完全變成水一樣的東西 那麼它肯定有一些水果的顆粒狀的東西存在 那麼放置的時間肯定會產生沉澱 那麼這是我們肉眼看見的沉澱 科學意義上說的沉澱的話 實際上砸成果汁以後 它裡面含有的一些酸性物質 可以跟我們牛奶裡面含的蛋白質 或者是我們牛奶裡面含有的鈣 產生一個沉澱物 這些沉澱物產生的話 一般來說它是很細微的顆粒 如果這個量不是很大 那麼實際上我們肉眼是不容易看得見的 如果是柔酸和草酸跟我們的鈣結合以後 這個東西就直接對我們人體來說就成了一個廢物 所以你如果是要吸收鈣的話 再把植物性的東西跟牛奶合在一起 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方式 那麼這種沉澱物的話 要導致我們腸道的功能產生改變 或者是引起腐蟹 它是要很大量的很大量 僅僅是一杯這種混合物的話 實際上來說不會造成那麼大的傷害 哦 原來我們炸西瓜牛奶的時候 是因為火肉被炸汁機的濾網濾臟 而我們用肉眼沒有辦法看清楚 牛奶和西瓜當中 一些酸性的物質反映生成的沉澱 所以西瓜牛奶在靜止一個小時之後 都不會有明顯的變化 雖然水果牛奶需要喝很多 才可以導致輻射 不過牛奶當中的一些礦 蛋白質都沒有辦法被人體吸收 所以我們還是盡量 不要用水果加牛奶炸汁 但是將水果炸汁除了會令營養物質流失之外 聽說還會對牙齒產生損傷 不知道街坊又是怎麼看的 所以網上說有人喝那個鮮炸果汁會傷牙 你覺得是真的嗎 不是吧 怎麼可能呢 覺得水果應該是維生素那些比較好的吧 應該對牙齒沒有什麼傷害 應該不是吧 因為我們正常吃水果也是水果 炸豬的汁也是水果 沒有加其他的東西 為什麼會傷牙呢 假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水果都是很有益的 然後對牙齒應該不會有什麼傷害吧 假的 為什麼 因為鮮炸果汁它沒有什麼成分 就是感覺會傷牙吧 牙齒是很堅固的 街坊朋友都覺得鮮炸果汁不會傷牙 而網友就說鮮炸果汁傷牙 是因為裡面含有果酸 果酸會呈現酸性 到底這個說法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繼續實驗 接下來的時間我們首先要做個實驗 來測試一下它們的酸鹹性 這個桌面已經準備好西瓜和橙 還有一個PH值的試紙 大家看到中間是7 是呈中性的 如果低於7的話就是呈酸性 如果高於7的話就是呈鹹性 我們分別用在市場上面買回來的西瓜 橙來炸汁 再用PH試紙檢測 看看它們究竟是不是呈酸性 我們看到現在的試紙的顏色 是在5這個數字當中 也就是說西瓜是呈酸性的 橙大概是在3至5之間 我想應該是4左右的 也是呈酸性的 既然橙汁和西瓜汁都是呈酸性 那是不是意味著它們會對牙齒造成損傷呢 我們的工作人員 專門從醫院的後康科 拿回幾粒完整牙齒來做實驗 看看果汁浸泡牙齒 會不會令牙齒產生明顯的變化 好,我們看到桌面上已經準備好 兩顆牙齒和一杯西瓜汁 一杯橙汁 我們看到這兩顆牙是從醫院拿回來的 真的很大顆 而且很白酥酥 很完整,沒有什麼異常的破損 我們稍後就會將這兩顆牙 分別放在炸好的西瓜汁和橙汁裡面 等一小時回來之後 再看看它們有什麼變化 好,一個小時過去了 我們現在看看這兩顆牙齒有什麼變化 我們看到浸了西瓜汁的牙齒 它是有一點點顏色,有一點粉紅色 它也挺完整,沒有什麼破損 我們看到浸了橙汁的牙齒 也是有一點點牙齒 只不過它是橙汁的牙齒 是有一點點黃色的 都是完整的,沒有什麼破損 我們看到兩顆牙齒除了牙齒上 有一點點的變化之外 其他都沒有什麼變化 另外一個小時的浸泡 兩顆牙的變化並不明顯 那究竟鮮窄果汁當中的果酸 會傷牙的這個講法又對嗎 我們一起聽聽專家是怎麼說的 這個說話是對的 其實不叫果酸,應該叫果糖 果糖在那個口腔裡面 它有那個脂趨菌 脂趨菌呢,經過它那個 把那個果糖帶起以後 就變成乳酸 這個乳酸是對那個牙齒 是有腐蝕作用的 它會引起牙齒脫鈣 牙齒脫鈣以後 牙齒的抵抗力就下降了 所以就會發生取患 如果不想享受美味的同事 令到鮮渣果汁損傷牙齒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喝果汁的時候 最好不要吃飯的時候去喝果汁 飯前喝果汁是比較好的 吃飯喝果汁的有害成分 會跟那個食物一起附著在牙齒上面 跟牙齒接觸的時間就比較長 喝完果汁的不要馬上刷牙 要大概過半個小時再刷牙是比較好的 這樣對牙齒有個保護作用 另外呢,想避免跟牙齒接觸的話 還有一種方法就是說 可以用吸管 可以直接沒有接觸牙齒 直接都進入到喉嚨咽下去了 因為這一種也是比較好 檢查到這裡 我們可以得知 將新鮮水果榨汁的確是會 令到水果裡面的維生素絲流生 而且喝鮮渣果汁的確是會傷我們的牙齒 最後我們就總結一下製作和飲用鮮渣果汁的 一些主意事項 接下來的時間就教一下大家 在家裡應該怎樣去做鮮炸果汁 既美味又有營養 之前的節目當中已經說過 並不是說所有的水果都適合用來炸汁 因為水果分為兩種 第一種就是 是生維素較多的 第二種就是生維素較少的 建議大家在榨汁的時候 應該選取生維素較少的水果 譬如橙、西瓜 如果你在榨汁的時候 選擇了生維素較多的水果的話 建議你在榨汁的時候 可以加點水 又或者將汁多和汁少的水果 放在一起炸汁 譬如說蘋果和梨 這些就屬於生維素較多的水果 我們的調查員水恩用底部有高速旋轉的刀片的榨汁機 分別榨蘋果和西瓜針 發現蘋果是沒有辦法用這一種榨汁機來榨出果汁的 而西瓜用這一種榨汁機榨出果汁的速度非常快 接著來我們用原汁機來榨蘋果針 發覺是可以榨汁的 不過蘋果相對於西瓜出汁率就較低了 還有一點就是榨完果汁之後 果肉和果汁應該混合一起飲會比較好 還有就是榨完之後要盡快飲光 如果你喝不完就應該放在冰箱裡進行保存 但是放的時間就不要太久了 因為以免導致這個維生素絲過多的流失 另外先榨果汁應該在飯前飲會比較好 那榨的時候就盡量不要加糖 榨完之後用吸管盡快飲光 不要令到這個果汁在你的口腔停留的時間太長 那喝完之後就要適當朗一下口 但是就不要立刻刺牙 不過我們都是建議大家不要去做榨榨果汁 而直接選擇吃新鮮水果 就會對我們的身體健康 又或者營養吸收和牙齒會比較好 好了我們今期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節目資訊 也可以關注我們生活調查團的官方微信 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